勝利將斷崖 我亦必須先 Robin和Candy的新歌《浩涉石》 大家都聽過 還有一首新歌是《無敵》 今天身邊除了有Robin和Candy之外 很特別 還有一齊作曲和監製的Eric Kuo 歡迎 聽過你們說這首歌算是第二部曲 可否講解第二部曲 是否與上一首有關聯 我覺得可以用掙扎過後的領悟 做一個答案 到最後 你在做的事情 你是為了什麼去做呢 你是為了要贏 還是你是為了很愛你做的事情 我知道林寶有說 他是一個道家思想 他說不爭至有成 很圓 你們有沒有接觸這些哲學道家的事情 你有沒有 你好像有些分享 其實我都幾道家思想 尤其是我們 其實Swing當時的歌叫《無限》 其實《無敵》也是他林寶的系列 《無限》也是說這件事 《無限》也沒有分離我 沒有需要有敵人 沒有需要有問題 你跟我一樣 沒有分離我 其實我寫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一個提醒自己的作用 就是本身是 第一句就是 這是不是一個工作 這是你愛的 就是有些事情 其實不是要 要幾厲害幾厲害幾厲害 或者要贏些什麼 其實是 最終是 你由心去做 那件事已經是 無悔的了 在你監製的過程裡 你覺得有些什麼是 特別提醒他們的 留意的 有沒有特別提醒 他們兩個都很唱得 我都是盡量 其實給他們多些空間 盡量不要限制他們太多 因為我覺得Eric 其實他個人很放鬆 所以其實 我在錄音的過程 其實每天都很放鬆 整個項目是由心出發 很舒服的 是 我會放鬆 因為Eric很放鬆 我知道Candy也有編排 即是那個 是否在結他上 又設計了一些 因為其實一聽到Robin的曲 是覺得有一種很識怪 好 已經 看得 有些事經歷了之後 看開那個感覺 所以我就用了 我試了很多方法 究竟你怎麼可以做這個 就是這件事呢 我就用了一些 slide guitar 令到有些 很遠的 delay 去令到這件事 有一種 對 那個感覺 這樣聽這首歌應該是 令人很識怪 無論是歌詞上 甚至是音樂的編排上 但這樣聽 都太抽象了 所以我準備了 少少 有點扁了 是歌詞 是否畢業證書 恭喜你 你這麼快選 我叫你抽 好 你打開來看看是甚麼歌詞 可以玩嗎 這個 其實沒有的 是我根據歌詞問一些 可能不太有關事 或者是關事的事情 好 這是一個有心度的問題 首先歌詞說 誰可以盡揭一副好牌 你覺得自己 最拿著一副好牌 最順利的那段時間 是甚麼時候的 我覺得揭好牌 對於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 很多的機會在前面 嗯 其實你看開一點 你不可能 每件事都知道 不可能每一個機會 你都會 好在你的掌握裡面 嗯 享受你揭牌的過程 就是那個未知 未知數 但這樣也太遠了 要個人一點 要個人的答案 即是甚麼時候 你自己的好牌 是甚麼時候 很專注地做一件事 然後那件事是 我很在乎 然後之後出來的成果 一定是大家很喜歡的一個結果 嗯 好 給你過關 好了到Robin 好 你剩下兩位先 我還想說 我那次 那副好牌 你有甚麼 我就是 玩Poker 四個禮拜前 我有一副同花筍 所以 四條煙 這個答案就是 原來就是答到了 很難的 我不想review 其實我是玩Poker 那麼難度 其實你也有這個時候 你也有玩的 可以四個玩 好 你那個是甚麼 難得相識一場 同路人怎可不欣賞 嗯 這個大家都很容易解釋到的意思 那你自己 有沒有甚麼同路人 即是學歌詞所說 即是他拿獎 你是很衷心 你是不妒忌 而又拍完首張 可不可以分享一兩個同路人 近幾年真的很多 嗯 阿Phil 是絕對其中一個 林奕康 嗯 他是 由他 真的 即是在做那一支 高山低的那支碟 而 公司跟他說 如果 這支碟 或者這支歌 不行的話 他就 應該要再見 了 嗯 那其實 突然之間你會覺得 嘩 你做的所有事情都不是必然的 音樂這條路有空 不是必然的 而見到他真的在台上 那麼多人喜歡他的歌 我覺得是一個很感動的時候 即是我自己都 自己都哭了 你講戲都好像聲音都震了 是啊 是啊 嗯 二選一了 沒辦法了 剛才Lady First 再不想 用盡力算帳 在你 這個 音樂的 路程 其實你有沒有什麼 你到現在都還很記住 或者很生氣 一些這樣的事情 到現在 你需要給你一個機會 你現在可以跟他算帳 我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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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獎我都拿了 我正在乎 噁 噁 噁 我記得我最想算帳那次 就是 一年的時候 好像拿了一個 在TikTok拿了一個編曲人獎 我竟然拿了編曲人獎 我覺得 很奇怪 好像說 應該是否應該有作曲人的可能性 對 怎麼會有編曲 我好像在台上說一些類似的 那 我都忍不住 說了出來 但我之後都覺得 好像不應該這樣說 但就 幸好我有說 所以一、二年就 就 發了作曲人獎 所以就沒有什麼不開心 現在 算帳 算帳 你跟他算帳 所以 你拿了之後就不用了 你拿了之後就算了 我想知道 我很好奇這個是什麼 是否到你回答 這麼緊張 我開來看看 其實都 這個是搞笑問題 你們都可以一起回答 看一看 我想問你 立刻列出時、地、日 看月亮 我怕得 開車 不是 有畫面 是開車的 看月亮開很危險 你不發現 開車的月亮很低嗎 我突然記得 有一次 你剛剛曖昧期 躺下看月亮 然後被我們一個舊同事撞到 那不是月亮星星 又爆了 是不是可以說人 中浪漫 是幾年前 過關了 那最後 這首歌有沒有想送給什麼人聽呢 這個 這個城市的人 如果是多一點 是出於外 去做事 不是為了去贏什麼 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重要的訊息 好 那我們記住 就要留意這個訊息 認真一點 聽一首歌 還有聽一首詞 那再次多謝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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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